這個地方一老成為台灣的地標 成為我們的媽媽的地標 更重要的 我要把它導造成一個雪梨 在每年的跨年晚會的時候 象徵雪梨的精神 我們一樣打造一個淡江大橋 那就是我們台灣的精神 也就是我們新北的精神 所以未來2024這條橋完成 雄友宜正式請假投入選戰第一頁 就來幫拼連任的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陳偉傑 那麼還有新北市議員候選陳佳琪站台 那麼期盼母雞戴小雞要為選將們 催出更多的選票 那麼雄友宜更是大打正雞排 他說近年淡水發展得很好 因此吸引不少外地人來移居 而且還承諾未來將會完成更多建設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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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很快 我們很快 就請大家